一个借钱的人被人所杀 另一个借钱的人杀了他人 平常面对面都是号称兄弟 但煞时间却变得见利忘义 几经周折 警方才让犯罪嫌疑人终于现出原形 防不胜防 因为他们面带着笑容 让你防范不及 小心你的背后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1年12月18日 家住周氏镇的许大爷 一大早就起床出门散步 当他走到河边时 突然发现水里好像漂浮着 一个酷似人形的物体 江苏昆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立即组织金干警力赶赴现场 对现场展开仔细勘察 警刊验死者是一名男子 年龄在30岁左右 被害人头部被一个塑料袋包裹 塑料袋上没有任何文字或图案 死者浑身赤裸 没有任何衣物 警方在现场进行仔细搜索 都没有找到跟死者有关的物品 被害人究竟是谁 他为何被人杀害 并抛尸于河中 警方梳理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失踪人员 没有发现跟死者相符的人员 被害人的脱氧核糖核酸 在全国公安信息库里进行比对 也没有发现吻合的样本 死者的身份始终没有凸显出来 而且关键也没有任何人报案 也没有报失踪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排查全面展开 专案组民警对周边居民 和外来务工人员进行逐一排查 希望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警方在做了大量的走访工作之后 仍然无法确认失源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 侦查工作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这成为了江苏昆山警方 为数不多的一起悬而未破的命案 在没有家属报案 没有有力痕迹物证的条件下 警方该如何破解难题 告慰被害人的在天之灵呢 到了2015年 案件侦破工作有了些转机 因为苏州市公安局的人像比对系统 投入了实战 这让专案组民警看到了希望 结果很不理想 比对说的话 人员的话 基本上的话 效果的话 得分率很低 第一次比对就这样失败了 1218案件中的被害人身份 仍然无法确定 当时的话 这个尸体的话 这个头的面部 应该是经过水浸泡的 有点浮肿 根的话 真正的话 那个人的话 脸部的话 是有扭曲的 扭曲之后的话 影响这个系统的话 对它一些面部的话 一些识别 2016年4月 昆山市公安局 从沈阳刑警学院请来专家 根据被害人面部特征 进行模拟画像 用画像 在人像比对系统里 进行比对 因为的话 绘制面部图像的话 有可能的话是 更能复原出死者 生前的话 一些面部特征 这一次比对 能否成功呢 当比对结果出现的时候 专案组民警 都屏住了呼吸 结果让他们十分惊喜 相似度最高的 是一名张姓男子 34岁 河北邯郸人 2010年 因为涉嫌信用卡诈骗 被昆山警方网上通缉 难道比对出这一个 之后的话 感觉当时心里面特别激动 死者是否就是张某的 警方赶赴河北邯郸 获取了张某父母的 脱氧核糖核酸 经过比对 确定张某正是死者 不过张某既是2011年 1218案件的被害人 又是2009年 昆山一起诈骗案件中的 嫌疑人 这两起案件是否有关 死者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警方对张某生前的 社会关系进行梳理 很快 发现了一名可疑人员 2010年 诈骗犯罪败落后不久 张某就和女友冷某 一起从昆山逃走 到天津打工 两人还生了一个儿子 但此后 冷某去向不明 对年幼的儿子不管不顾 我问他们家族 那冷某有没有联系电话呢 有没有打过电话过来呢 他们说从来没有联系过 那我们当时就觉得 这个冷某呢 也比较反常 所以说当时我们怀疑呢 一个就是因为感情上的纠纷啊 有可能起了杀心啊 还有一个就有可能 劝他投案不投案的这种 产生分歧了 造成这样 2016年5月 警方在冷某老家 江苏省四阳县 找到了冷某 但调查下来 警方却发现 冷某对张某的死 并不知情 后来发现这个冷某某 嫌疑不是很大 因为跟他讲了 这个张某 张某某被害人 张某某的事情 他没有异常的表现 他关心的只是 自己的孩子 冷某和张某一起从昆山逃走 为什么最后却分开了呢 原来冷某不愿和张某 过东躲西藏的生活 曾劝说张某投案自首 没想到张某言辞拒绝了 两人因为这件事 反复争吵 甚至大打出手 到了2011年 对生活彻底失望的冷某 离开了张某 独自一人返回江苏老家 也不可能说 过逃逃逃亡亡的日子 对象很正常的生活 回去看小孩 都是躲躲藏藏看小孩的 就是一年才见小孩一次 就不敢怒面 也不让我回来 冷某的嫌疑初步排除 那么张某与冷某分开之后 为何又回到了 已经留有暗底的昆山 在昆山期间 又发生了什么 导致他被害呢 人像比对技术 确定被害人身份 暗中有暗 他逃离昆山后 为何突然返回 被害人口中的大哥 究竟是谁 几千人的名单中 如何找出可疑人员 小心你的背后 贴望栏目正在播出 排除了冷某的嫌疑之后 警方继续排查 张某生前在昆山的社会交往情况 这时冷某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冷某某反应呢 被害人呢 在昆山的关系 不是很复杂 主要认识的 也就是他和他这个 育友大哥吧 这两个人 就说我跟他认识一年多的话 他真正的就是跟我带过 带康的和这个哥哥 别的人没见过 原来张某2004年因抢劫入狱 服刑期间认识了一位大哥 可是 冷某并不知道这位大哥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他可能是河南或安徽人 并且已经在昆山买房定居了 如何找到这位大哥呢 警方从张某服刑的监狱里 调出了跟张某同时期服刑的 所有人员的名单 警方根据冷某提供的线索 进行逐一筛查 最后排查出来36名 河南与安徽级的服刑人员 然后筛选出36个人 然后我们正在针对这36个人 进行逐一的研判 发现其中只有一人徐某 他在昆山符合 冷某所说的在昆山有防这个条件 徐某42岁 河南南洋人 曾两次因为信用卡诈骗入狱 并且在服刑期间和被害人张某 住在同一间市 这个徐某他当年两次 两次判刑使用的作案的手段 都是跟这个张某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他两次作案都是在张某之前 那我们分析 那张某做事 那很可能就是徐某 叫他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被害人遇害前 与徐某有过频繁的联系 此外 警方还发现 徐某家里离案发现场距离只有1200米 步行就可以到达 具备作案的条件 种种线索都指向徐某 徐某的嫌疑迅速上升 锁定犯罪嫌疑人后 2017年6月1日 昆山警方在徐某工作的工厂里 将徐某带回警局进行询问 徐某保持沉默不愿开口 显然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警方见此情形 打破常规 直接将最尖锐的问题 抛给嫌疑人 警方的审讯策略 发挥了作用 徐某沉默再三 终于开口了 然后徐某就讲到 说那个人姓张 然后说那那个人叫张什么呢 他就把他名字给报纸了 犯罪嫌疑人徐某公述 2004年 他因信用卡诈骗入狱 与抢劫入狱的张某 住在同一个监市 两人由此相识 2006年 2006年徐某出狱 在昆山一家电子厂工作 2007年张某释放后 也留在了昆山 两人仍然保持着联系 2009年张某给徐某打来电话 劝说徐某重操就业 进行信用卡诈骗的犯罪活动 他上班嘛 他认识了女朋友嘛 他女朋友就是说怀孕了 然后就回老家 生小孩什么的 后来他说这个手里面 就是说紧张没钱嘛 然后他就 那段时间就经常给我打电话 他就说劝我说 看能不能就是说 想个什么路子 给他用点钱嘛 据徐某供述 他最初并不愿意作案 但是 禁不住张某的反复劝说 最后动心了 当时我跟他讲过 我现在就是说 你结婚有小孩 我说我这种事情 我都不想去干 后来他一直劝我 都劝了好多天 后来他说有这个风险的话 他就承担什么的 然后劝次数多了嘛 后来嘛 我有点动心了 于是 徐某在幕后策划 张某负责具体操作 将多名受害人 股票账户里的钱倒走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操作这个流程什么 我跟你说一下 我说大部分人家去弄 我说我不插手了 我说直接说这个钱嘛 你知道吗 反正是你愿意给我多少多少 然后他们就做了一次 赚了是五万块钱 后来接下来又做了一次 又赚了五万块钱 那么总共做了三次 最后一次做的比较大了 就是赚了九万 2010年张某的犯罪行为败露 他为了逃避打击 带上女友冷某一起离开昆山 徐某由于一直隐藏在幕后 所以并未进入警方的视线 徐某他应该是幕后策划的 所有的抛头露面的事 都是张某去做 然后徐某从来不露面 然而2011年开始 逃亡的张某开始频繁联系徐某 找徐某借钱 他说如果你不拿钱的话 意思就是说这个把柄在我手上 大不了的话 是吧 哪一天就是说 大家要么一起坐牢 要么就是 我就是把你的事情弄出去 就是把你这个家拆散 2011年12月 徐某专门到河南郑州 和躲藏在那里的张某见了面 两人的见面不欢而散 于是徐某返回昆山 没想到张某也跟着徐某 一起来到昆山 甚至提出要跟着徐某 一起回家 我说你去的话 你不是让我跟我老婆打架吗 对吧 后来我跟他讲 我劝他 我说你都到外面 你找个旅馆去住下来 后来他找个旅馆去住了 到昆山一个星期后 张某又直接来到 徐某工作的电子厂 找到徐某 他说这个住店吃饭就没钱了 后来我嘛 我身上那个时候 就是说零钱嘛 这个有个两百多块吧 我都掏给他了 我说 你先拿着 反正是在外面吧 你吃饭啥是吧 你自己照顾自己吧 2011年12月16日 星期五 徐某的妻子带着儿子 去上海走亲戚 徐某便想趁这个机会 解决与张某之间的矛盾 就把张某约到了家里 进行谈判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 我能 你这本人岁数大 坐牢出来的 我说 他那结个婚嘛 逞个家已经不容易了 是吧 就挣了一点钱 知道 我说 他说勉强给我生活 知道 我说你嘛 就是说 就放我一马 然后你要不要再比我了 谈到深夜 张某仍然坚持 不给钱 就不离开昆山 于是 张某当晚在徐某家里住下 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礼拜六 他在家里面就是说 那天晚上是住在家里面 住在沙发上 他坐在那边玩电脑 第二天 徐某上班时 张某仍待在徐某家里玩电脑 徐某中午下班时 给张某买了一碗面 并带上了厂里的一把水管钱 在厂里面的时候 我就想就是说 回去赶他 他那人脾气 我也知道 他肯定也不好赶 那加上他那个人 本人他是那种 强奸和暴力犯 我也有点怕他 后来嘛 我就就是说 从厂里面嘛 就带个工具回去吧 回到家底 徐某让张某吃完面 马上离开 但是张某声称 徐某不给钱就不走 赶张某走 回来当手 我都火了 于是 趁着张某吃面没有防备 徐某举起事先准备好的水管钱 向张某砸去 六年时间过去了 徐某将这个秘密 一直藏在心里 这个嫌疑人 带着我们公安局外的民警 去现场辨认的时候 这个路线 一步不错 他越想忘记 这个路线 反而越记得深刻 张某和徐某 两个人口口声声 互称兄弟 借钱的张某 被不愿借语的徐某杀害 而在吉林省的梅河口市 这种关系的发生 却被做了一个颠覆 一条孩子发来 报送平安的信息 却让一家人变得更为紧张 并无身份隐藏的监控中男子 到底为了什么 去寻找受害之人 小心你的背后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7年3月13日下午 吉林省梅河口市市民 小董的父亲 突然收到了儿子 发来的一条微信 车撞一下借点钱 完了就是那个 你不用担心我 过来就回去了 我事会摆平的 就这么那样 儿子什么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 为何前两天 一直没听他提起过 并且 儿子在两天前 参加同学聚会后 也是突然就失去了联系 所以 这条微信 不仅没有让家人放心 反而令家人 变得更加紧张 小董究竟去了哪里 他现在有没有危险 没过多久 父亲得到消息 有人在城郊的一条公路边 找到了小董失踪前 驾驶的汽车 这个车不是我儿子的车 我儿子最好是朋友的车 他借朋友路虎车 也不会说不明不白的 就扔在道边不管的 这与他本性格也不相符 民警调查了解到 这辆车是小董向朋友 临时借用的 而他自己的轿车 的确在前不久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那辆车 目前正在修理厂维修 他这辆车的造势 是单方造势 其中涉及不到第三者 据了解 在这起单方事故中 并没有人要向小董索赔 而且保险公司 也已经完成了理赔手续 而在发现路虎车的 成交现场 民警注意到 路虎车的前挡风玻璃 有轻微的破损 并且在副驾驶的座椅上 还留有微量的血迹 民警对这些血迹 进行了采集 准备进行 脱氧核糖核酸鉴定 但小董的父亲 却已经产生了一种 不祥的预感 小董在微信中提到 自己借了别人的钱 莫非是有人劫持了小董 逼迫他还债 可路虎车就停在路边 小董的失踪 究竟是主动离开 还是被人胁迫 车上的血迹 又是如何形成的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要你活要见人 死要见死 必须得你把案情 搞深搞透 民警对小董 失踪当晚的活动轨迹 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 聚会结束后 小董独自入住某宾馆 但是凌晨一点多钟 却有一名男子 找到了小董 并且将他从宾馆带离了 据服务员反映 当时这名男子 自称是小董的朋友 他强烈要求服务员 帮他打开房门 期间 此人甚至还出示了 自己的身份证 主动要求服务员做登记 此人是谁 为什么在聚会之后 又来找小董 在这凌晨时分 他们二人又会去做些什么 监控录像显示 此人正是小董的一位好朋友 小谭 据了解 小谭与小董是初中同学 两人从小玩到大 十几年的情谊 让他们亲如兄弟 三月十一日晚上 小谭也参加了同学聚会 大家先是在饭店吃饭 随后又去了一家酒吧娱乐 直到十一点左右 众人才纷纷散去 可是凌晨一点多 小董已经在房间内熟睡 而小谭却为何在这个时候 突然来到宾馆 而且执意要见小董 监控画面提示 在小谭进入房间 大约十分钟后 小谭独自走出房间下楼 很快 最久的小董 也紧随其后出门 二人驾驶着路虎车 离开了宾馆 同样是好友 可为什么对待的方式不同 驱师的监控 一个半小时里 案情离奇转折 谎言败露 躲在幕后的主使 竟然是他 真相大白 他为何在好友背后 痛下致命一刀 小心你的背后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监控录像显示 聚会酒醉后的小董 和好友小谭 驾驶着一辆路虎车 离开了宾馆 民警在随即调查 这辆路虎车的行驶轨迹时 很快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3月12日凌晨2点34分 路虎车正驶往梅河口市的郊外 而副驾驶上 一名男子被人用绳索紧紧地捆绑着 驾驶室 驾驶室坐了一个男子 戴着口罩 然后呢 就是遮阳板 遮挡 那个切放挡 而且用绳的捆绑 说明他已经是 这个 这已经是鞋案件了 最起码是非法拘捷 这样我们觉得 有血迹 觉得他的这个生命 应该是有危机的 所以我们把这起案件 又提成为命案 来这么喝 小董果然遭遇了不测 此时 他是否有生命危险 民警注意到 小谭不仅是小董的好友 而且 还是他失踪前的最后联系人 难道 嫌疑人是他 小谭没有拒绝警方的召唤 而且 还给警方提供了一条 相当重要的线索 小谭说 当时他和小董开车 到了宾馆附近的彩虹桥 去见一名 等候在这里的 名叫石泰的好朋友 在彩虹桥 小谭 石泰 小董三个人 聊天聊得挺高兴 而在不知不觉中 小谭睡着了 当他醒来时发现 原本停在前面的路虎车 竟然开走了 小董和石泰不知去了哪里 民警立即对石泰的踪迹展开调查 一名网吧的工作人员向民警提供线索称 几天前 石泰来网吧上网时 拿着一把路虎车钥匙 在路虎车停放的地点附近 民警发现了一个监控探头 就在小董失踪的第二天中午 有人驾驶路虎车停靠在路边 车上先后下来两名男子 他们分别乘坐出租车离开了现场 通过仔细查看这段路像 民警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这台路虎车 在被丢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停下了之后 车上人没有下来 没有下车 但是同时在它旁边停了放 停了一辆出路车 这台车是紧跟着路虎车 同时停在那 但是在录像中又看不到 车上人对它有蓝层 或者有手势 而且在那辆出租车开走后不久 又有一辆从对向车道驶来的出租车 掉头停在了路虎旁边 这次坐在副驾驶上的男子 更是在看到出租车掉头之后 才从路虎车上下来 他全程都没有挥手打车的动作 两辆出租车是很有目的性的 停留在路虎车身旁 很有可能就是网约车 发现就是在这台路虎车 被丢弃的时间段 有一个号码 前后拨打了两次约车电话 而且约车的地点 就是在路虎车丢弃的位置 通过调查民警发现 用手机拨打约车电话的人 正是石泰 但是据了解 石泰不会开车 那么那个从驾驶室下来的男子 则应该是其同伙 此人又会是谁 通过调阅监控录像 民警找到了第一辆出租车的驾驶员 经过辨认 他确定那名男子正是小谭 民警立刻对小谭和石泰 进行了抓捕 但遗憾的是 小董已经遇害了 我当时我没有往那儿想 因为这都好朋友之间 谁能把好朋友信 这么好的哥们 这么都是好同学 好朋友能把玩意杀了吗 据了解 这个小谭平时开销巨大 他不仅向朋友借款四万元 而且还背着父母 用房产作为抵押 贷款了四万五千元 为了还账 几个月前 小谭找到了穷困潦倒的石泰 两人一拍即合 准备对在外包揽工程的 好朋友小董下手 偏去小董公司里 一台价值一百多万的挖掘机 进行倒卖 于是在三月十一日的 同学聚会后 小谭已带小董外出 行酒为借口 将其骗出了宾馆 并且在彩虹桥上 与石泰一起将小董绑了起来 随后 二人将被害人小董杀害 并掩埋在一座人山上 在看到小董家人 寻人的信息之后 小谭还以小董的口吻 给其父亲发去了微信 试图转移警方的视线 你不能围了点钱 你把这么好的哥们 这么好的同学给害了 这个事我想的 我都理也不透 是不是 你说你钱没有了 咱能去挣了 这也没有了 他哪去找去 你把一个家都给害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小董一家承受着巨大的悲痛 说 对不起 我没想到 就是说 事情能发展到 这个样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也不求你们原谅我 我 如果我有机会 我要用我的后半生 去为你们 做事 做牛做马 去凝补你们 无论怎样的道歉和忏悔 也改变不了残酷的现实 小谭不仅亲手 夺去了好兄弟的生命 同时 也把自己送入围域 等待法律的严惩 两名犯罪嫌疑人 同样是因为金钱的诱惑 而把自己口口声声的 好兄弟杀害 为了一击之力 而丢弃了朋友间 应该拥有的志诚 这是不是也在告诫我们 在交往之间 如果掺杂了太多的私欲和贪念 往往就会变得扭曲 甚至可能引发 无可挽回的悲剧 因为一个伪装的朋友 往往会比凶残的敌人 更加可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A级通缉令 张世纲 南 1972年9月11日出生 户籍地 山西省焚阳市 阳城乡 董家庄村北门街 102号 身份证号码 142321 1972 0911 3114 该男子为重大文物犯罪 再逃人员 官机关希望社会各界 和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有关线索 发现有关情况 紧急时拨打110报警 死者是谁 无从查找 那么可疑的指纹 究竟是何人所留 六年 坚持不懈地艰辛努力 警方终于锁定 犯罪后逃逸的真凶 15年之前失踪的一个女人 揭开谜团后的秘密 让人感到震惊 给时间一个交代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